因為你在不同的時間出發的時候 能夠搭上的車會有不同的轉乘的方式 所以你們不要直接照我的方式去搭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今天呢這個影片想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在日本自由行的時候必不可少的一個 交通的查詢工具 乘換案內 之前我有在另外一個影片講過 用乘換案內來查要搭哪一班車 然後再用一些IC卡項 水卡或者是PassMall iCo這些 來方便你在轉車的時候 能夠快速進出你的車站嘛 那今天呢就來更深入的 教大家怎麼樣看懂這個乘換案內 它裡面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這個 乘換案內啊 我用的是iOS的版本 那聽說Android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不過它有Yahoo的版本啦 其實兩個版本都差不多 重點就是你都是輸入你的出發站 還有你的到達站 它就會自動幫你計算 那你從這邊到你要到的目的地 要怎麼樣搭乘會有一些 最便宜或者是最快速 或者是轉車最少的次數的一些路徑 使用這個東西查詢呢 不外乎的幾個重點就是 你要注意你搭乘的班次 時間要對得上 因為有一些車站 有一些路線 雖然是同一個月台發車的 可是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車 就它會到不同的地方去 有的也可能是快速 有的可能是急行 有的是普通 所以也有可能 就算是同一個路線的 它也不一定會到你想要去的那個站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在站內的時候 再看一下它那個時刻表 確定一下你搭乘的車 是不是即將來的那一班車 不要看到車來就上車 結果到不了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你在換乘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你到達的那一個車站 跟你換乘的那個車站 是不是同一個 有的時候呢 就算是同樣的名字的車站 但是它是不同的組織系統 這時候你就要先出站 導到那一個另外一個系統 同一個名字的車站後 從那個地方進站去打車 那今天就用幾個例子來 帶大家實際看一下 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理解 它上面查到的意思 好那我們從最簡單來開始查 首先我們來看這一個 從東京到新樹的 之前講過了嘛 那找的意思就是最快到 那它其實是指到達的時間 不是指整個搭車的時間 是最快到 所以它會包括中間轉乘等待的時間 然後安就是最便宜的意思 樂就是轉乘次數最少 那我們看第一個好了 最快的從東京到新樹 它上面顯示的是出發站 下面的是到達站 然後中間的它是 你要搭乘那個路線的 鐵路系統跟路線名稱 像我們現在東京到新樹 我們搭乘的可以搭JR的中央線 然後要搭中央線的快速的車 後面會寫一個武藏小金頸型 這時候要注意就是 我們一定要看清楚 我們要上車的時候呢 是9點40分 然後它是 武藏小金頸型 車子都會有那個牌子 上面寫的是說 是哪一班車 我們一定要搭到這一個 不要搭到同一個月台 可是可能不同的車 這樣子可能會變成 假如說我們要去小站的話 那如果搭到一些快速的話 可能就不會停了 會有一些這種問題 那你可能就上車 然後你以為 大概三站就到了 上面顯示可能三站就到了 結果實際上 跑到更遠的地方去 再來我們來看一個 稍微難一點點的 這個就不會直達需要轉車的 從 新樹到 竹地 好一樣我們直接看第一個 最快 然後最便宜 轉車的車數已經最少了 就好了 首先我們要先從新樹 搭車到銀座再轉車 像現在我們9點多 我們要從 新樹到銀座 要搭 9點42分 TOKYO METRO的 銀河谷型 這個班次 然後到銀座之後呢 你看它會寫 換成嘛 這時候要注意就是 你要看上面那一段 跟下面那一段的路線 是不是同一個鐵路系統 像現在 上面的是TOKYO METRO 下面也是TOKYO METRO 那只話 可能不用出站 但是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TOKYO METRO 不同的路線 通常會隔很遠 有時候它雖然 都是同一個站名 但是它可能隔了兩條街 TOKYO METRO比較特別一點 你要看它寫什麼線 要往那個地方走 它不一定只是上樓梯 在下樓梯 換個月台而已 TOKYO METRO 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它有些 讚非常的大 到銀座之後呢 從四號線 換搭六號線 意思就是我們要從四號月台 到六號月台 然後一樣 就是搭TOKYO METRO 日比古線 就是可以到足利了 再來一個更進階一點的喔 昨天從豐州要到秋葉原 我們從市場前 到秋葉原 豐州要從市場前出發 不是從豐州 因為他們其實在各班院 首先 最上面的是 9點43分 從市場前 然後要從哪個地方的市場前呢 從Yurikamomay線的市場前 到豐州 這時候它寫 換成四號線吧 它沒有寫幾號線到達 是因為 通常這種車 撕鐵 他們調度會比較 沒有那麼正常 所以有時候 不一定會從同樣的月台下車 不過反正無所謂 它就是有那個站而已 到哪個月台都沒關係 那你看豐州下面 就已經變TOKYO METRO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從Yurikamomay的豐州站 先出站 然後找到 TOKYO METRO的豐州站 近站 所以才需要IC卡 這樣子我們出站 近站的時候就比較快 然後也不用在那邊算說 我們從這一段 這個路線 要買多少錢 另外這個路線要買多少錢 反正算就好了 然後再從 從遊樂艇線 光合式行 一定要注意喔 就是方向一定要正確 到遊樂艇 這時候 再仔細看喔 它寫遊樂艇 二號線到達 二號線法 很多人 有時候會犯一個錯誤就是 它沒注意到上面跟下面的路線 是不同的 所以它以為只是同一個站 名字又一樣 然後我就下車 然後等 也以為說 下一班剛好 真的還十點四分 真的有一班車來 然後就上車了 實際上它只是達到另外一班 TOKYO METRO的線 但現在下面 它是JR 所以我們是要從TOKYO METRO的遊樂艇線 出站 然後找到JR的遊樂艇 搭JR的三手線 這樣才可以到秋葉原 再來買一個比較 稍微 進階一點的 從 霧華公園到水島橋 先進去聽LIVE的時候 走的一個路線 那因為 你在不同的時間出發的時候 能夠搭上的車 會有不同的 轉乘的方式 所以你們不要直接 照我的方式去搭 只要在你們搭車的時候 可能已經在車站了 或者是要出發前 然後可能在你們出發前 預定大概多久會到車站 去查詢你們 實際上能搭的路線 然後我們來查一個 當時 我個人覺得 還蠻特別的一個 時間 9點19分 出發的話 有一班是這樣子的 首先從 霧華公園到 市種 這時候搭的下面寫的是 金王線 絲鐵的金王線 先速的方向 然後它會寫 三四線到達 就是說它不確定會到哪個地方 因為金王線常常delay 然後它反正也就是 兩條路線 所以到哪裡呢 也不一定 因為可能前一個delay 它只有下一個不測 就只好從另外一個月台進入 然後它會寫 三四號發 也就是說你要先從 四種下車 然後找到 下一班車 這時候要注意 它真的沒有顯示是哪個月台 所以我剛才講的 你一定要看好它上面時刻表 確定 你下一班要搭的車 是不是你現在要搭的 它雖然顯示的是 9點33分 往本八帆行的這一班車 但是 金王線很容易delay 其他車 偶爾也會delay 金王線最容易delay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 它真的是往本八帆行的 這一班車 它可以搭 不過有時候你其實delay了 搞不好後面的轉乘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你們 最好到站的時候 再重新查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它這裡顯示的 到 新線新速的時候 它會寫一個 降車不要 然後後面就突然變成 都營新速線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到新速的時候呢 它會停車 一分鐘 然後轉換鐵路 它本來是金王線的鐵路嘛 到這邊的時候 它會同一台車 但是改開 都營新速線了 在東京 因為它鐵路很多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 共用車輛 然後在不同的路線開 這種情況就是 它會在那邊直接轉 你不用說看到它上面下面 是不同的鐵路路線 就下車 沒有 就待在車上 它車子直接會看到 另外一個路線去 然後到神保艇 這時候你看它2號線到 4號線發 上面下面都是寫 都營 意思就是它其實是 同一個鐵路系統的 這時候就不用出載 你只要找到神保艇的 4號月台 上車改搭 都營三田線的高島平行 就可以到水稻橋了 再來我們要再來看另外一個 算是 也比較特別一點點 可是比剛剛那個簡單一點 我們就只是看一下就好了 也是前幾天到高尾山的時候 大的 這裡同樣中間 從千穗屋山開始 到高尾山扣 中間有一段 它寫 降車不要 北野 零分停車 意思就是說 它到這邊會直接開過去 因為它是特級嘛 有些站它不停 會過站 但是它不停車 你根本也沒辦法下車啦 它的降車不要 你根本它也不停車 你沒辦法下車嘛 所以如果你其實是要到北野的話 你千萬不要 想說我在這邊可以搭這班車 那我朋友去高尾山 那我在北野下車 沒有 它北野不會停車 再來最後一個 我們來看昨天從 新宿要到豐州的時候呢 搭的那一班車 那時候已經 一點 小一點了 首先從新宿出發嘛 它是JR的旌旗線 然後它會到大旗漾 它會降車不要 意思就是 它會直接 換線 你看下面就變成了林海線 林海堅的 西木廠西 所以 你不用換車 你就直接搭在原本的車上就好了 它會在那邊停兩分鐘 但是它就是直接就換到別的地方去了 然後到下面 它寫 國際展示廠換成有名 意思就是說 林海線到那個點 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林海線的站名叫做 國際展示廠 這時候你要換到下面的線 是 有名站 所以你就必須要出站 然後換成那個百合歐線的有名站 上車 然後搭到市場前 好那今天就是用這幾個案例來跟各位說一下 查這個東西的主要幾個重點就是 發車時間 車子的方向 還有你轉乘的時候 兩個鐵路的系統是不同樣的 你需不需要先出站再進站 還有注意的就是 車子有可能會delay 所以一定要在月台上看清楚它的時刻表 確定你要搭的車 真的是這一般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喔 希望可以幫到各位 讓各位在日本自由行的時候 能夠更方便快速的到達你們想去的地方 好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可以下面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給你們 也想要去日本自由行的朋友們 想看更多影片 想要看更多這次在日本拍的其他的影片呢 就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感谢观看